回到新台湾新光大道 立法院里头呢 今天朝野两党 针对美国牛肉的修正法案 要进行表决 双方都假期动员 今天一定要有一个结果出炉 一大早呢 就传出民进党团 考虑要让步 只要带骨牛肉 能够足香检查 可能就会让国民党版通过 不过这个说法呢 随即也被 民进党团的其他成员否认了 检验这一关做好 你们愿意是可以 对对 我们可能会在这方面 要足香 特性要检查 我们已经做最大的任务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王爷怎么答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还在协商这个部分 附带决议的部分还在协商 除了还在协商之外呢 民进党立委也为了 这一场食品卫生管理法的 法条修正案呢 准备好了 最后有可能会 朝野冲突的状况 他们说 如果最后一定要表决的话 抬出去也可以 那我们都不穿西装了 所以领带等一下要拔下来 我们都会适时抵抗 只要违反 朝委随商的内容 民间党 都会反对 那国民党如果要强势表决的话 就把我们通通抬出去好了 有软的有硬的 到底哪一个是真的 辉文 主持人因为这是选前的问题 你是不是选前 2月5号以前的 对 11月21号就说一定要处理 就一直拖 那朝野就故意让他拖 每次开会 礼拜五 礼拜五他说人数不足就留会 不然就延会修会 什么乱七八糟的理由 故意拖到这个年底是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 你去问王金平就好了 也问国民党跟民党在装什么 有两个部分我一定要提 第一个就是公投的部分 因为美国民党公投 现在准备进入联署阶段 消极会去处理 请问民党你在干嘛 民党就袖手 我们不要把这个事情跟我们民党搬到一起什么的 那民党就什么都不要管 就站在最大在野党的立场 公投你通通不要管 你也不用发动你的什么 县市党部啦 什么党公职啦 要负责几份什么 通通不要管 你就让消极会去支撑自灭好了 就消极会能够联署到八几万份 那消极会 你有本书 大家都说 消极会联署不到八几万份 那消极会你没得到没得到 蔡英文的态度是这样子吗 如果蔡英文是 是让消极会支撑自灭 那我也没话讲 可是我很难过说消极会是 干嘛 消极会选总统吗 还是消极会准备要执政 我觉得很奇怪啦 那至于那个竹箱检查 之前民进党的主张是说 没有机器 没有技术 没有人力 好啦 很好啊 那我请问王信蓝 机器买了吗 技术来了吗 人是谁 谁要负责竹箱检查 如果这样的话 那民进党就自打八几 所以我是用很严厉的标准 我等着看结果是什么嘛 民进党如果你自己说一套说一套 那民进党会很惨 我必须这样讲 所以我提一下这个苏琪 也难怪马总统会到这个地步 国安会秘书长讲什么 议定书的效力大于国内法 那你们蓝绿在吵什么 你们去吵食品卫生管理法修正 可是国安会秘书长告诉你 议定书的效力比这个还高 那你们就算修成了 也不影响我议定书 不是这样子吗 苏琪不是公开这样讲过吗 法学教授苏琪不是这样公开讲过吗 法学博士苏琪 国安会秘书长马英九的大将这样讲过 那你们在吵什么 所以如果讲出这么荒谬话的人 还在干国安会秘书长 我问请问国家安全怎么办 所以他的本来态度是什么 一定出效力比你更高 什么玩意儿啊 这个爱博文明亮 没问国安会秘书长是谁 那知名度应该蛮高的 也是零点几% 因为常常被你骂的人知名度很高 可能大家还比较记得国菜鸡是谁在卖的 说这样子的一个荒谬的闹剧 美国牛肉 我认为马英九没有学到教训 没有学到教训 那就是美国牛肉不都表决 不然就排过去啊什么的 乱成一盘 那党主席也给你干了 行政权立法权什么都在你手上了 可是你拿美国牛肉也是没办法 宣传的武器什么的 包括这个司徒文自己都跳出来在做宣传的 还是没有用 为什么 这是沟通的 所以马英九叫公务员多沟通 最需要沟通的人是你啊 不要每次看电影看一看就会哭 没什么好哭的 看社界也会哭 看不能没有你也会哭 你有毛病啊 你不用再哭 你就把问题解决就对了嘛 一直哭有什么用呢 像个男人可以吗 省长你预测一下 今天立法院里头这个会表决吗 这个很难预测 也许又透过吧 现在还剩下几天啊 这个会期 不晓得 不过你要考我这个很难的问题 我是劝马英九看福尔摩斯就不会哭了 所以换个电影看看 一半你一月 但是我觉得美牛演变到今天 其实是整个国家 不管朝野的一个很大的遗憾 那当然政府事前的沟通啦 这个整个协商签署的过程 或者事后跟在野党的沟通 都出了问题 那这个是典型的 马英九政府的一个瑕疵 但是我觉得今天 我觉得不管朝野 每一个立法委员 他们今天的立场 脑筋里头还存在这个 到底是几百万分之一那个风险啊 有没有 站在流行病学 读入学或者是医学的立场 在想这个问题 我觉得已经降低到 低到再也不能低了 他们今天是在考虑政治效应 那这个老美 这个得罪不起 其实平常你讲 朝野都得罪不起 但是呢 国民党得罪不起的力气效应 压力比较大 因为他毕竟是执政的 民进党如果有一天 还看到说可见的未来 要执政的话 其实民进党也很怕老美 所以王信南那个讲法是对的 对对 民进党你难道不怕老美吗 你也很怕老美 所以一个是老美 老美在前 那背后他回头看 要看看选民的感受 他们在累积国家里面 牛肉会真是不真正好 已经相对不重要了 就是说今天表决了以后 如果对干了以后 要回到选区 有没有消灭本 这个累积相罵本 消灭本 累积消灭本 是最重要的 他回到他就说 你看都没有国民党 他说都没有民进党 让你们吃到会死 消灭吃到会怎么 这个就是 民主政治的劣质到这个程度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是有责任 跟大家说 你们在黑白上行 那实在说不是这个意思 他没有这么照顾我们的健康 他变参加人妈而已 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环节 会不会表决 我想会喔 对啊 不然再拖下去也不是办法 要拖到什么时候呢 但是今天已经 到现在都还没表决 都还在协商 都已经到下午 难说 这个难说 因为已经到剩下几天 不晓得 不晓得 你说还会继续拖到 最后一天来清仓就对了 通常会是在过年前 两个礼拜 要处理完 对 凡群你怎么看 这个事情到现在 已经变成有点歹系脱捧了 每个礼拜都说 要为了美牛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每个礼拜 就都没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啊 坦白讲我觉得 老百姓应该也已经搞到5SARS 就不晓得 你到底在吵什么 在拖什么 就为什么这件事情 那么久了还没办法解决出来 而且拖到底我认为啦 对于朝野都不好 我觉得两个部分 我觉得目前 朝跟野的表现 我觉得都是 让我觉得蛮失望的部分 我觉得民进党 非常典型的是 为了反对而反对 为什么敢这样讲 其实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当初陈水扁他同意 当然那个时候 没有所谓的什么牛脊髓 没有什么内脏跟脚漏 他是带骨的牛肉 那一部分 但那个时候的整个的疫情的发生 也没有到那么严重 但那个时候其实陈水扁 在不在乎美国利益 同样在乎啊 而且在那个时候呢 其实有一个最新的疫情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你回去查 就是在那个时候呢 其实在刚刚爆发一个疫情 一般来讲 要等到六个月之后呢 你才可以讨论说 要不要进口 但是呢时间呢 大概才两三个月 我们这边就已经片面 同意进口了 那陈水扁甚至还参加 这个美国商会的 相关的一个年会 还出席说 这个美国牛真好吃 希望它快点进来 之类的 就是自己站到第一线 去扮演这个推销的人 当Sales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民进党 因为它现在是在野党 所以我还完全不需要 去顾虑美国的一些 所谓的可能的贸易暴富 也因此还会讲到 像刚刚蔡华郎所说的 誓死反对到底 就把我抬出去都没关系 那问题是在于说 如果说 今天一个政策的行程 只要是站在 我就站在老百姓那样 当然什么东西都不要进来 最好最安全 但是问题是 世界是这样子运转的吗 所以我要问民进党就是说 在你认为可以四十反对 一切的就阻绝于境外 如果可以做得到的话 当然好 那问题现在就在于说 很可能会遭到 你要付出一些代价嘛 所以民进党这样的一个 完全没有折扣的 那么一个战略 事实上为了政治 我觉得这部分是非常清楚的 那反过来讲 我觉得国民党部分 尤其我们讲国民党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讲 府院部分 就是总统府 还有国安会部分 他又太过站在美方的立场 至少就算他说他没有 但他至少他在 这个表述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告诉你说 如果我们不签的话 哦美国会怎么样 报复我们啦 我们会怎么个糟糕法啦 我们要站在这个 国际的角度啦 这样子更高的一个视野啦 问题在于说 哎 问题吃牛肉的是我们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两方当中 我觉得总统府 各国安会 又过度强调一些 没有人命 没有温暖在里头的一种诉求 就老百姓在听这种东西的时候 会想说 你在讲什么事情啊 你讲的是我们的 我们的安全吗 你讲的是我们的健康吗 这件事情不是一般的什么事情 牵扯到的可能是一个货品 它牵扯到的是人的安全 人的健康的问题 你讲到一个什么架构啦 还跟接下来的什么 TIFA有关啦 什么的 是有关 但是问题是 他们就多半的过度的 陈述这一方层面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这两边在两个极端当中 那事实上 我们要政治人物干嘛 我坦白讲 我们要政治人物干嘛 我们要政治人物 不就是说 因为很多事事难解嘛 我们又希望照顾到人民的健康 问题是 我们又不希望美方报复我们 所以是不是 你这些聪明的政治人物 可以透过你们的协商 透过你们的智慧 找出一个 让老百姓 觉得又放心 又不会伤害国家利益 就是人民利益 跟国家利益 同时兼顾的一个情形 那你怎么搞了几个月下来 还没有办法弄出来呢 所以这边我觉得 曹野坦白讲 都失分都糟糕 有这么好的政治人物吗 会兼顾到人民利益 跟国家利益 文家 我觉得这个已经超越 食品卫生的 所谓美国狂牛 已经进入那种 政治斗牛的症候群 那已经政治斗牛了 不过我稍微 转一个大弯回来看 我鼓励朝野两党 在这议题上面 继续做某种程度的蟬斗 因为我觉得这个蟬斗 会代表我们国家 在这议题上面 是有高度的分裂性的见解 美国必须尊重 也必须关注 他不能一厢情愿的 拿起美国三母大叔 那个大棒子 就是通通给我吞下去 没那回事 肉是我在吃的 虽然是你在没的 但是是我在吃的 我作为一个消费者 在世界最近的潮流 消费者至上主义 这个基础至上 我不管你蓝绿怎么动 作为一个消费者 我有消费者至上主义 我坚决的要求 我们台湾的政府 在这个议题上面 做最严格的把关 那当然政治层面来看 昨天本来 国民党似乎是要接受 民进党的党版 那个版本 说不错 结果在协商的时候 民进党是有个大转弯 就说那个带鼓的部分 都装不行 但结果今天 可以行人也出来说 竹箱检查可以 大家又去屁面了 我个人做一个跳跃式的观察 我认为民进党在跟 美国政府要它的政治资本 因为我认为 美国绝对有游说民进党 但是民进党在这部分 似乎说我要的还不够多 那国民党是美国已经给它了 所以在政治上面的 给舍之间 给跟拿之间 我还是要回来看 老百姓到底买不买单 我觉得美国在议题上面 应该要适度的软化才对 你有证据吗还是你猜的 我判断 我刚刚我跳跃式的 干涉内政喔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美国会干涉内政 游说啊 美国干涉内政是新闻嘛 他游说我们的 把老美能够伸手 进去跟一个国家里头的 单一政党 讲这个条件 干涉内政 蔡英文有求见过司徒文 但我相信他们谈过这个话题 有会见过司徒文 跟司徒文见过面 其实应该我觉得 以不同的角度来看 如果民进党 应该只要美方 大致可以接受你的态度就好了 所以在这个事情的演变上面 我认为 你要看要不要表决 应该是说 以民进党的话 大概只有两种选项 第一个 你照我的版本通过 不管我的版本是什么 我回去都在香港 那就 没有表决 协商就通过了 第二个状况是说 表决 但是 民进党希望被抬出去 希望被抬出去 表决不表态 这个当然是一个 比较政客的做法 我不要投票反对嘛 美国你看到 我又做到 我让台出去了 也是过了 结果还是你想要的 我就点到为止了 因为毕竟主席也宣示了 你游行也参与过了 你到底要 撑到说 我一定要投票投出来吗 这个是不是现在 我觉得像文家他们会怀疑说 你跟美国有什么 大概会在这个 你都要投票全部都反对的话 那我认为 就解除掉文家的疑虑 如果你要做一场戏 弄到后来 结果你也不表态 然后会糊润糊润过去的话 那就可能 你们有一些对美方 回去大家 回去参加各种 真有消磨粉的 所以看起来 好像如果协商 通过民进党的版本的话 大概会各自带开回去 自己讲自己的 收拾战场了这样子 好 先进广告